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已有二十年 卢台长秉承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精神 感化众生 学佛修心 舍己无畏 无常度众 佛法智慧 启迪人生 无数人通过心灵法门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君弘台长也被尊称为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弘扬中华文化 学习佛教精髓 研究图腾世界 培养儒学精神 现在 卢君弘台长所创立的心灵法门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弘法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获得全世界一千万佛友的尊敬与爱戴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弘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君弘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西安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今年五月在美国宽容博物馆 卢台长获得颁发文化和平杰出贡献奖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继刚刚圆满成功举办马来西亚新山万人大法会之后 和平大使卢君洪台长不辞辛劳日夜兼程 继续本次欧洲弘法之旅 在法国法会之后来到西班牙与众生结缘 法应长存佛光普照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慈悲成怨普度有缘 感恩西班牙以及欧洲佛友的发心付出 也特别感恩远道而来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与锦旗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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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殊胜因缘让我们能够来到一个极浪漫与激情与一生的国家 那就是世界文明的斗牛 舞蹈 吉他 让西班牙充满着文化艺术的信息 十七世纪著名作家萨湾提斯的唐吉科德小说 《文明全球》 让我们有幸到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佛教精髓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各位嘉宾佛友们 法师和义工 隆天护法 功德无量 天灾人祸 让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当中 已经感到恐惧和压力 现在连坐飞机都感觉到有压力 何况谈自身的健康 在2012年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 全世界死亡人数4600万人 相当于好几个小国家的总人口 单单想不通自杀的人口 就有100万 有宗教信仰 是我们自我保护好自己的一剂良药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以众生的快乐为极乐 以众生的悲痛为极苦 广结善缘 好人一生平安 2013年的7月 有一列从首都马德里 开往费罗尔的火车脱轨 当场就有80个人死亡 170余人受伤 没有宗教保佑 很难躲过很多的劫难 所以要学佛 懂道理不执着的人 随缘的人才能趋吉避凶 得到菩萨的加持和保佑 现在天灾人祸不断 台长就人祸告诉大家 叙利亚的暴力冲突 已经有36万难民进入了欧洲 在途中意外死亡了 已经有2800人 德国的难民人数 已经是在80万 土耳其已经接受了190万难民 整个国家的难民人数 约400万 说说天灾 就单单9月份 9月14号 河北秦皇岛 4.2级地震两次 9月16号 印尼6.3级地震 9月18号 新疆3.4级地震 9月18号 智利地震8.3级 引发海啸 数百万人紧急疏散 想一想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保护我们 就是要希望大家 自己能够好好地保护自己 没有人会让你生气难过 是自己让自己在 生气难过想不通了 台长告诉大家 生活好比一个比赛 我们人生有五个重要的问题 就像五个球一样 这五个球分别是工作 家庭 健康 朋友 还有精神的生活 你不能让任何一个球落在地板上 但是工作是一个橡皮球 它掉下来还能再回去 比方说你工作没有了 你还会再找 但是其他的四个球 家庭 健康 朋友 还有精神生活 全部都是玻璃做的 任何一个球落下来 都会磨损 甚至粉碎 想一想 我们家庭破裂了 还有再还原的可能吗 我们的健康 割掉了肠子 割掉了身上很多的肠胃或者肝 或者肾脏 还有再回来的可能吗 想一想 朋友 如果你得罪了 就永远离你而去了 想一想 你的精神生活 如果你崩溃了 得了忧郁症 恐惧症 自闭症 你还会再好吗 所以我们一旦落下 就会让它不能跟你的过去一样 所以人要注重好自己生活的几个方面 这个注重实际上就是取得一个心理平衡 做人不要去和人比较 因为比较的人只会降低你原有的价值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可爱 所有的朋友都很喜欢她 爸爸妈妈说 哎呀 女儿你是最美丽的 所有的朋友都这么夸她 她从小活在一种幸福感当中 自从她要参加选美比赛之后 她的心情变了急躁了 然后在选美之后没有被选上 她一下子 一落千丈 失去了过去的欢乐 然后慢慢的成了忧郁症 所以 每一个人 实际上都是你独一无二的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独立的 遵照着自己的目标 再前进 你只有有自己的目标 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目标 所以 不要让你的生命 总是在依恋过去 和寄望未来当中消失 如果你能把握住今天 你就能活出一个美好的明天 我们人要懂得忏悔 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这样 你的人才能将脆弱的人生 和智慧 勇敢绑在一起 想一想 哪一个人没有失败过 想一想 每一个人的成功 不是这么容易的 比尔盖茨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 才找到成功的 别人问他 你为什么能成功 他说 我永远拿着望眼镜 在看这个世界 他看到了未来 所以活在人间 我们贪心大的人 看问题是永远不会干净的 悲观的人 时间长了 就会有恨的念头出来 意念散乱的人 他整天会探生活 探命运这么苦 因缘不好的人 时间长了 就会得愚痴 障碍多的人 天天烦恼的人 他很少有佛心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黑人司机 他载了一对母女 白人母子 那个时候孩子在车上 就问妈妈 妈妈 司机薄薄的皮肤颜色 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母亲说 上帝为了让这个世界 色彩缤纷 创造了不同 附色的人 到达了目的地 司机坚持不收钱 他说 小时候 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问我母亲 我母亲说 我们是黑人 这辈子注定要低人一等 这个黑人司机说 如果我母亲换成今天 你这样的回答 今天我会有不同的成就 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正确 会产生你正确的行为 学博人要随缘 看到自己的优点 我们是佛的后代 我们是具有良心和慈悲心的人 我们珍惜现在拥有的 我们就是在珍惜未来 我们才能知足 我们才能懂得活法的真谛 那就是知足者常乐 要想让别人快乐的人 自己先要快乐起来 要想把阳光布施给别人的心田 你要先让自己的心田快乐 学博救人 首先要让自己博性长存 佛德永住 我们为愿久住沙尘节 利乐一切住众生 在红尘中 我们不能污染 借人间一切贪嗔痴 利益众生 才能利苦得乐 人生就是像一只鸟 如果我们不拼命的飞 这只鸟会摔死 如果我们拼命的飞 我们会撞死 所以学会把握自己的命运 做任何事 不要过急 给别人留一个空隙 你就留有一个后退的路 所以不要做过急的事情 不要等到暴风雨过后 我们去承受灾难 而是要在人间暴风雨来的之前 我们就要学会展翅高飞呀 现在的人对生活非常的忧郁 有一个朋友叫阿强 他对他的朋友说 我很想离婚 因为我的太太已经有两个月 没和我说一句话了 他的朋友是一个学佛人 非常开朗地劝他说 阿强啊 你要考虑清楚啊 现在就连这种老婆 都已经很难找到了 想一想 说明我们人 对自己的亲人的容忍 已经很少了 有时候吵起架来砸东西 有的干脆就离开了 人的忍耐度正在下降 主要是我们的心态不好 所以学佛人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 把一切人间的烦恼都当成是正常的 你就不会烦恼 当你把这个烦恼以为是你拥有的 你就会拥有了烦恼 现在的人很难弄啊 因为现在的人财富在不断的增加当中 但每一天的满意感在下降 现在的人拥有的物质越来越多 但快乐却越来越少 我们沟通的工具越来越多 但感情的交流越来越少 我们在人间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但真诚的朋友却越来越少 我们家里什么都有 就是好心情没有 精神记住 那是学佛人的基础 快乐 那是来自于你想得通 要开悟啊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什么叫开悟啊 什么叫放下 我告诉你们 能想得通 想开的人 那就叫开悟 那就叫解脱 很多人 很多人为什么一直有痛苦还放不下 因为他烦恼 他有欲望 他永远追求的那些 不能让自己得到的目的 所以这个人的心胸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我曾经经常开示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李嘉诚 他这么富有 记者有一次问他 请问李先生 你觉得最幸福赚钱的是什么时候啊 他的回答让记者突然之间觉得无所适从 他说 我最觉得幸福的时候 就是我和我太太两个人 一个小店铺 从早上忙到晚上 关了店门之后 在昏暗的灯光下 两个人数着钱 想一想 把自己的幸福基点放低一点 你就会幸福一点 现在很多人很有钱 但是他们天天还在追求 所以他们得不到幸福 很多人先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认为我还活着 我每天还能醒过来 就比那些医院里活不到明天的人要幸福得多 当你们每天早上还在选择你们穿什么鞋子的时候 想一想 想一想全世界有两百万人 那是没有腿的残疾人 想一想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从人生出就没有名字 母亲父亲都是借来的 人间的一切都是借来的 我们走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给自己制造这种欲望 来不满足自己这种心态 让自己在欲望当中承受更大的压力呢 与其痛痛快快的 好好地活着 我们就要想得开 想得明白 我们不能再沉沦 我们不能再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烦恼 因为记住了 失去的 那是因为你得到的 一个人只要你拥有 你一定会失去 有一个人问台长 台长 我怎么样能够把我得到的不失去呢 台长告诉他 你想不失去的话 你就少得 少得才会少烦恼 我们不得不烦恼 我们一滴木汁落在清水里 马上的水就会变颜色 如果你拿一大桶的木汁浇在大海里 为什么大海依然是蔚然色的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两者的度量不一样 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宽容别人 他就是度量很大 谦卑自己那就是分量 想一想大海这么大 为什么他永远在最低处 脉税长得再高 头永远是垂得低低的 而有些人自以为很了不起 他的气量和分量就不够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学大海 学稻税 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和他的质量 在春秋战国时期 晋国当权贵族叫志伯 这个人叫志伯 他依仗的权势 他呢向魏恒子啊 去强行塑料很多他的土地 魏恒子呢又不肯给他 但是呢心里呢又怕他 没有办法 那么边上的参谋就献祭给他 他就同意把土地让给了魏恒子 后来呢志伯呢更加的贪了 像其他贵族也要地了 因为他从这个魏恒子这里拿到了土地 所以这个志伯越来越厉害 最后呢他到处去要 所有的贵族联合起来对付他 这个志伯就被贵族打败了 最后魏恒子得到了更多的地产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最后失败 在于在贪的过程当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因为他们看到了钱 他们没有看见财富 只有看到自己的利益 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利 看到了眼前的小小的利益 看不到人缘 那是我们的宝藏 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都被自己眼前的小小的利益所蒙蔽 我们在获得真正财富的路上 迷失了方向 猛然回首 我们才知道 我们施给别人 是自己获得最好的利益 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 你先帮他一个忙 接下来你就得到他的回报帮助你 所以想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 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 你先要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广结善缘 要懂得舍的人才会有德 舍的人那是智慧 得的那是缘分 台长经常告诉大家 很多人说 台长 我怎么人生这么苦啊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苦难呢 台长告诉大家 在人间好走的路 那都是下坡路 向上超越自我的路 那都是艰难的路 在人间很容易做的事情 不代表你能够成功 你只有付出才能真正的得到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永远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会记恨别人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可以恶口两舌 但是我们不能恨他们 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很干净 一恨他们 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 我们就会破坏了自己清净的心 和我们本来很善良的 完整的本性 所以别人承受因果 我们不要用别人的业障 来伤害自己善良的本性 自古以来 人就是在不知当中生活 在无名当中工作 在称恨当中伤害了自己 台长告诉大家 在沈阳有一个老伯伯 坐汽车 公共汽车 因为有一个年轻人不让坐 老伯伯说了他一句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说出来很多 这一点就是一个bad point 就是一个坏的东西 就像电脑当中的病毒一样 今天我把你的坏 记在我的心中 我把我对他的恨 记在心中 你的嫉妒 我又记在心中 时间长了 你这个电脑一定会死机的 把别人对你的不好 全部delay掉 全部的不要 心中装满着希望 装满着快乐 你的电脑将一直会用下去 你的人生的康庄大道 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宽广 所以真正的解脱 就是把人间的烦恼 全部要放下 台长在澳大利亚 每一天都在广播里 回答很多佛友的问题 那么有一位佛友就是最近 他呢 打进电话叫台长看 他的前程怎么样 台长就说他不顺利 做事虎头蛇尾 然后台长还说他怕老婆 那么他说自己还没结婚 我说他有个女朋友 胎了很久 后来吹掉了 我还电话他 感情上不自爱犯错 曾被护法神惩罚 差点出大事 他说有一次遭车祸 差点上命 是菩萨救了他 躲过一劫 我放一下当时的录音 给大家听一下 谢谢大家 卢台长你好 我想请教卢台长给我看图层一下 我是1984年 消暑的 我想看前程 你这个人拼命的在追求前程 但是你一直不顺利 而且呢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虎头蛇尾 开始的时候做得蛮好 做到后来就不行了 对了对了 看得很清楚的 但是你怕老婆 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的判女朋友 我看你命更当中已经跟一个谈了很长了过去 后来好像吹掉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对 好好听说 我觉得很糟糕 觉得很糟糕 我告诉你 谈恋爱 不懂得自爱 感情乱来 你有两次 耍了人家 忽把声都把你记起来了 消到你的很多的福啊 我告诉你 本来啊 要叫你出事的 因为我看你有一次 差一点点很大的事情发生 后来是菩萨保佑 对 有一次差一点车祸 看见了吗 被把你撞到 差点出事了 非常糟糕 差点把你带走 我告诉你 就是菩萨保佑的 所以你还不好好地修啊 对对对 我也是听说过 有观音菩萨扶着我 要不然我早就没有在人间的 肯定死掉了 对 我错了 我错了 对 我天天都有念一个礼佛诞生 谢谢 有一个主人 他养了一条狗 这条狗很认真的 看家狗 从来家里 自从这个狗来了之后 他没有钓过东西 有一天 这个狗狂叫 主人出门一看 一个陌生人 探头探脑地 在四处打量 他赶忙大声地说 喂 你是什么人啊 你在我家房子周围 看来看去 想偷东西啊 陌生人说 啊啊啊 我是听人家介绍 你家有一条好狗 专门大老远地 从其他地方来 想买你这个家的狗的 这个主人说 我家的狗很好 我们护院 不卖这个狗的 陌生人 赶紧地上一根烟 跟他说 啊 大哥啊 现在清贫世界 朗朗乾坤 哪还用得着狗 开门呢 我出高价 买下这条狗 如果你真的需要 你还可以 再养一条 小的狗嘛 主人 吸着陌生人 给他的香烟 心想 说的也是啊 这几年 我们家里 没有丢过东西 只要价钱好 卖了再养一条 我们不是又能 赚一笔了吗 这时候 他就说 你能出什么价钱呢 那个人说 一口价 两百五十块 陌生人 伸出三个指头 主人说 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 少一分钱 不卖 陌生人 省思了好久 他勉强地说 好吧 那你真会要钱 五百就五百吧 不过我有个条件 我很怕狗 你绑我 把这个麻袋 把狗 跟我装到麻袋里 我怕他在路上 咬我 主人赏快地 就把他的狗 装到麻袋里了 开心了 接过了陌生人 递过来的 五百张 花花作响的 五张这个 百元大钞 这个时候呢 陌生人扛着 这个狗啊 走到一个水塘边上 用力地就把这个狗 扔到了水塘里 淹死了 几天后 主人家 所有职权的东西 一个晚上 全部被偷光 当然也包括 卖狗的那五百块钱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 人一贪心 你会舍本求利 看到眼前的小利 却忘记了 人的根本了 我们为了一点利益 在伤害着自己的心啊 有多少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赌博 甚至把自己的老婆 都可以卖掉 本性 难求啊 还有很多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跟兄弟姐妹 大打出手 忘记了帮助过自己的人 忘记我们人 皆具 博性啊 所以这就是现代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不惜伤害别人的利益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我们人为了一包口福 不惜活杀那些可怜的动物 来满足自己的食欲一样 有一个易修禅师 有一次他接到周官的请柬 说去赴宴 但他穿了一件干净的旧衣装 那么门口硬不让他进去 没有办法 那么随之呢 这个易修呢 没有办法 回去呢 就换了一件新的衣服进去了 易修为了教育 就是说 让这个周官呢 能够知道自己做错了 在吃饭的时候呢 别人呢 都把菜呢 往嘴巴里夹 但是易修和尚呢 他就把菜呢 端起盆子啊 往他的新衣服的绣款里面倒 周官觉得非常不解说 你为何如此啊 易修禅师 一字一句的说 你不是请我来吃饭的 你是请衣服吃饭的 周官听吧 顿时修得脸红耳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总有一些人 喜欢以貌取人 没有平等心 你就会有烦恼 我们看人都要一样 你就会不起分别心 你如果能够看别人都很顺眼 说明你的心就是很顺的 如果你看周围 没有一个人你喜欢的 说明你的心已经出问题了 想一想 精神病患者 看谁都是怪怪的 所以他的心态 就是精神忧郁症 我们人也是一样 看别人的毛病 很容易看出来 看自己的毛病 很难看出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夫妻吵架 他看不到他妻子 做了很多的好事 就看见妻子 一点的毛病 盯住不放 台长在美国开法会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个例子 那就是一个教授 他去上课 然后他在黑板上 放了一张白纸 然后在白纸上 用自己的钢笔点了一下 很小的一点黑的 然后他就问他的同学叫Peter Peter同学 请你说一说 我刚才在白纸上做了什么 Peter说 一个黑点 你在白纸上看到了什么 我就看到一点黑点 问所有班级的同学 你们看到了白纸上什么 所有的同学说 一点黑点 这个教授说 想一想 这么一张白纸 你们看不到他的干净之处 为什么就盯住人家的一个缺点 不放呢 人 为什么不能放下别人的缺点 去保存他的优点呢 这就是故事的道理 要心胸开阔 看到别人的优点 你才能心中拥有的慈悲呀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贬低别人只会伤害自己呀 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很爱车的乐观青年 在我们澳大利亚 他很开心 他呢一辈子也很穷 他呢会 西方人呢 他会弹吉他 他还会吹 saxophone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叫 太阳落下一定会再升起来的 太阳升起了一定还会落下 这就是生活 他呢很穷 在俱乐部里呢吹 saxophone 总想着希望有一辆好好的汽车 但是他买不起 结果有一次 俱乐部里边有一个抽奖活动 要买两块钱 大奖是一辆汽车 他每天的祈祷 希望能够中 结果他非常的幸运 他花了两块钱 中到了这辆汽车 他把车每天插得很亮 他 saxophone也不去吹了 然后天天开着车 开心的去逛街 有一天 有一天他停在马路边上 突然之间车就没了 别人问他 你难过吗 Jack 他说 我不会为丢掉两块钱而难过 我们人 我们人天天活在烦恼当中 让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忧虑 让我们自己的心 想不明白 想不通 甚至让我们这些 非常忧伤的感情 在天天伤害着我们的健康 想一想 谁会伤害我们 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 很多人渴望命运的波然 学佛之后 我们才知道 人生最需要的是 内心的圆满 要对得起别人 淡定与慈悲 每天的忧愁 会造成你一世的烦恼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 我们不吃人间苦 哪来的人间甜 我们要开悟啊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 有智慧 那就叫进步 那这个人 如果有慧 那叫退 智是往前走 慧是往后退 所以智慧 智慧 就是一个人 能进能退 他才能在人间 得心应手的 能够驾驭人间的 所有苦难和烦恼 这就叫智和慧 有一位太太 她要请一个油漆匠 到家里来刷墙壁 油漆匠看到主人 他的先生 是双目失明的一个瞎子 顿时这个油漆匠 产生怜悯的眼光 但是男主人 虽然是瞎子 他非常的开朗乐观 他们谈得很投机 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男主人的缺陷 工作结束的时候 油漆匠少算他一半的钱 太太问 你为什么少收我们一半的钱呢 油漆匠说 我跟你先生在一起 觉得很快乐 他对人生的态度 让我看到了希望 我工作起来 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所以他眼睛看不见 都能够这么样的乐观 活着 我一定要算半价 以示谢意 油漆匠对他账簿的推崇 使这位太太落眼泪 原来油漆匠也只有一个手 所以人的态度像一块磁铁 我们学博人的思维要正面 不能受到负面的牵引 我们思想像轮子一样 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别人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观 我们无法调整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呀 所以学博人的命运 完全是控制在自己的手上的 现在的人 别人难过 自己不开心 别人要骂你 你马上就会产生恨意和伤害自己的心 完全被别人控制 哪一个人的路程 那是容易走过来的 想一想你们的过去 伤害过多少人 我们也被多少人伤害 难道我们被别人伤害了 还要把这些事情 在不停地在伤害自己吗 有的人被人家骂一句 回到家 自己要伤害自己一百次啊 他为什么骂我 我这么好 他真的是一个坏人 不能这么伤害自己 台长告诉大家 人生啊都是艰难挫折走过来的 有一次在奥斯卡金像奖的班里上 一位刚刚获得的奖的女演员 准备上台领奖 可能是太兴奋 也可能太激动 没想到被他那个晚礼服啊 搬了一下 摔到了舞台的边上 全场全部静默 因为从来没有人 在全球直播的盛大的奥斯卡金像奖上跌倒 只见他迅速地爬起来 接到奖杯的时候 真诚地说 为了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我一路就像刚才那样 跌跌撞撞地艰辛坎坷走过来的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 人在生活的长河当中 难免跌倒 跌倒了不要懊悔后悔 记住了跌倒爬不起来的人 才叫真的跌倒 能够坚强站起来的人 他就不叫跌倒 我们站着走 那是永远的跌倒 那是暂时的 所以学博人 我们不会看到危险 因为我们永远看到的是前途的光明 台长在每个星期很多 回答节目当中 有一个听众反馈回来一个消息 说他儿子本来因为离家出走 不回来了 结果呢 他念经许愿 两个星期主动打电话回来 因为儿子出去已经很长时间了 现在孩子接回来了 而且都全家已经吃素了 我给大家听一下最近的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好 跟师父说一个好消息 上次呢 我问了一个 就说那个有个阿姨嘛 她的儿子那么就是说 回国了嘛 不回来了嘛 然后呢 我把师父说 要叫他许大院 最后这位阿姨同修 他许的是吃全素 然后呢 每天给孩子读49遍 心经 然后呢 做那些功课 然后两个星期之后呢 那个孩子自动跟那个阿姨联系了 就说妈我想回来了 看见了吗 我想回来帮你 我想好好上学 看见了吗 然后前两个星期 我就去接他去的 哎呀 那个阿姨特别高兴啊 然后呢 这个阿姨现在也挺好的 然后天天念经也 然后学一许愿 吃全素了也 一定要的 这种孩子我告诉你 自己跑掉的 把家都扔了 他根本不在乎爸爸妈妈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不靠一菩萨念经 孩子就没了 养了这么大 还不懂啊 是的 是的 师父 好了 在渤海口 渤海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有一条小鱼 这个渤海呢 那个地方呢 并不是一个冷冻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很温暖的 他下决心呢 要游到山顶 因为山顶上呢 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是冰冻的世界 小鱼呢 游水 非常的一流 非常会游 他呢 在冲浅滩 然后呢 躲过渔网 避开的水鸟的追踪 真的游到了山顶了 但是 当他还没有喘口气 已经被冻成了冰 几十年之后 登山队员 发现了他 哦 原来 这条鱼是渤海口的鱼啊 它怎么 会游到这里来的 这条小鱼 非常的勇敢啊 它穿越山川 到截然不同的环境 了不起啊 但是边上 有一位老者就说了 哎 小鱼有伟大的精神 但没有伟大的方向 所以换来了他的死亡啊 人生就是这个样 我们有些人很努力 但是呢 成功需要方向 很多人这个生意也做 那个生意也做 最后为什么没有一件生意 做得好的呢 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所以要懂得经常想一想 就算你一生拼命的工作 你这条路走得对吗 如果走错了 你想一想 你会耽误你的一生的 所以离你目的地越来越远 学博人精进也是方向 守戒也要有目的啊 台长告诉大家 如果你今天坐上出租汽车 你上车之后不讲话 司机问你 先生啊 你去哪里啊 你就说 司机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信不信 开了几十年出租车的老司机 他没有任何办法把车能开走的 因为司机只是知道 选择最佳的路线和他的开车技术 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 但是他怎么知道 怎么做能够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知道方法和技巧只能帮他做好 就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本事 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因为我们没有方向 想一想 很多的婚姻怎么会失败的 当自己很年轻很漂亮的时候 是想着我一定要找一个白马王子 这样慢慢地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呢 台长告诉你们 现在还有很多的小女孩 她们想寻找人间的白马王子 我劝你们一句 白马还有王子早就没了 所以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 你们想去哪里 如果连你们在人间活着 你们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去干什么 你就像没有方法 办法告诉司机 你的目的地一样 人在学佛当中 如果你在学佛 你学了很多戒律啊 布施啊 但是你不知道为了什么 你就无法到达你想去的目标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人实际上的痛苦 并不是问题本身带来的 而是由于对问题的看法 换个角度看自己 可能你会看世界 这就是一种解脱和智慧 有一对夫妻 他们想租一间房间 每天呢 要看好几间 都没有中意的 有一天呢 他们奇迹出现了 他们看上了一个房子 非常满意 马上想付定金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房东啊 是一个怪老头 怪先生 房东说 房子 租房子 我有一个限制 不租给有小孩的家庭 这对夫妻 一下子傻了 因为他们有一个 十六岁的孩子 而他们真的很喜欢这套房子 又不可能抛开孩子 正在这个时候 这个小孩子 跟他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 我去说 按了门铃 问 阿伯 你好 我想住你们家的房子 小孩子接着说 我知道 你说的不能有孩子 我还没结婚 我没有孩子 我只有爸爸妈妈 你完全可以把房子租给我 房东听了一愣 觉得挺好玩的 这孩子还挺聪明的 好啊 那我就租给你吧 大人办不成的事情 小孩子居然能够办成了 因为小孩子的思维 和大人不一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 教育孩子 为什么失败 因为他用大人的思维 去教育孩子 所以放低自己 和孩子一样的思维 你就能教育好孩子 现在的孩子很精啊 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非常的 有一些小聪明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说有一个儿子 他为了问他爸爸拿五十块钱 他爸爸不告诉他 不给他 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你知道吗 妈妈今天上午跟一个男人在讲话 他爸爸一听 哦 你讲给我听 跟哪个男人啊 不讲给你听 你给我五十块钱 我就讲给你听 好好好 给你给你 马上给他了 讲给我听啊 哦 妈妈今天上午跟送牛奶的男的伯伯说 明天早上不要送牛奶了 现在的孩子都耍大人了 我们大人没有智慧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有时候放下自己 了解别人 你才能跟别人沟通啊 就像台长第一次到马德里来一样 你们很多人不了解我 哎 看看这个卢台长 听说他很厉害 有三头六臂吗 没有啊 对不对啊 但是我用心讲真话 能够和大家交朋友 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台长 我希望你们能够排除你们的烦恼 因为不管怎么样的人生 每天忧愁的过一天 你也是很累的过 你如果能够开开心心 想通想通想明白的过一天 你就拥有了美好的人生 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 为很多事情不开心 难过 伤心 蒙着被子哭 现在这种感觉 现在这种感觉还有吗 等到你们今天的烦恼 等到你们哪一天在医院里将要死的时候 你今天的烦恼还会有吗 这就是告诉你们 人生无常啊 什么都会过去的 永远不要去执着于自己 带来的那些苦恼 台长 很喜欢说笑话 我想 说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听 有一个精神病院 医院的这个医生啊 他为了检验自己 治疗的效果 他拿了一支很粗的笔 再随便找了一块白的墙 画了一个门 把这个门画好之后 他就对患者说 你们大家听好了 如果谁能打开这扇门 我就放他出去 所有的精神病患者 全部冲过去了 只有一位没有动也没有去 这个医生啊 心里感到欣慰 哎呀 总算有一位还不错 被我治得好了 就过去问他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过去啊 这位病人说 噓 我告诉你啊 我有钥匙 人总是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是对的 有些人自以为掌握了佛法 所以才会拼命地说这个说那个 以为自己就是正确的 这就是为什么会家里争吵的原因啊 因为丈夫以为他是对的 妻子以为他是对的 所以才会争吵啊 因为我们执着的概念来做事情 以为自己是对的 我们不能用个人的思维来看人间啊 事实上存在真实的事情 学佛人要实事求是 想一想 很多人自己家里毛病解决不了 还要去找外国的法官 来判断你家里的烦恼 这不是怪事吗 现在我们澳洲有很多人 他们不去找西方人的法庭 他们找到了卢台长 我就是他们的判官 我可以让他们家庭转为平安 所以人不能总活在后悔当中 来伤害自己 人不长智慧就会轮回啊 想一想很多女士 自己毛病不改 嫁了第一个丈夫 争吵然后离婚 想一想把前夫骂得一文不值 再嫁了一个 又开始老样子 再来一个 这不叫轮回吗 每个人在感情上都吃过亏 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吃亏 所以这就是无常啊 看破放下 才不会重复人间的痛苦啊 所以能够想得开 想得明白 能够接受别人的缺点 你才能拥有别人的优点 我们说身体的伤好致 而思维出偏差 就真的会受伤 这就叫智商 所以我们要去除无名 远离颠倒梦想 不该你的不要去得 得不到会让你更伤心 台长在法国法会上的时候 说了一个预言故事 非常有哲理 有一只小鸟 它看着天空 啊 老鹰多么伟大 展示高飞啊 我非常的想望 能够飞得高一点啊 然而这只小鸟 它在不停的练 自己能够飞得高一点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终于有一天 它能飞得跟老鹰一样高了 它很自豪 所有的小鸟都恭喜它说 你真伟大 你居然能飞得这么高 有一天 真的老鹰来了 看着它就要吃它 这个时候它才想起小鸟的母亲跟它讲 孩子啊 看见危险 赶快要找树林躲起来呀 没想到 这个孩子飞得太高了 无处可躲 无处可藏 最后就被老鹰一口吃掉 这个语言就是告诉大家 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做 如果我们贪了 就会受到伤害 我们不能得到的 我们不要去得到 我们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这就是实事求是 在人间 在伯靶界讲 就叫随缘啊 实际上 做人没有什么秘笛 成功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听了别人所谓的忠言 把学伯想得高不可攀 从而放弃自己原本的目标 其实学佛很简单 就是把你最佳的愿力 和善心 和精进心 完全地用在你的学佛上 你全神贯注 你就会获得一点点的进步 不断地积累 你的大目标会离你越来越近 有一次 一个小青蛙比赛 他们爬一幢十层高的楼梯 许多人聚集在高楼下面看 比赛刚开始 就听见不少人说 你们这些青蛙 是自不量力 自我炒作 不要白费劲的 我看你们根本不可能爬上去的 听到这些话 所有的青蛙当中有一些骚动 有些青蛙摇摇头就退出了比赛 但是还有些青蛙在努力地望上跳 其中有一只青蛙 其中有一只青蛙非常卖力 不管别人 虽然摔下来好几次 它还在往上爬 下面的观众说 你别费劲了 青蛙永远不可能爬上高楼的 参赛的青蛙 基本上都放弃了 只有它还在拼命地爬 它掌握了爬的要领 越爬越高 最后它非常卖力地登上了楼顶 放弃比赛的青蛙想知道 为什么你能够爬到这个楼顶呢 但是这个青蛙怎么问它 它也不开口 后来大家发现 那只爬上楼顶的青蛙 原来是个笼子 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我们学博做事情 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 你认为是正确的 就好好地努力 不要被别人的思维所左右 很多好的婚姓 就是因为别人说三道四而造成了夫妻的破裂 想一想 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心来管住自己 我们要有能力 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也就是说 我们卑里无言 卑里无动 卑里无听 这些都是中华传统的好事 希望大家 不该看的不要看 不该想的不要去想 不该做的不要去做 要做自己心中能够认为它是正的事情 那这叫正性正念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台长呢 就是待一会儿呢 要给大家呢 要看图腾 大家知道 看图腾很奇妙 我能说出你们自己过世的父母亲在哪里 我能描绘出他的样子 我也能看到你们的将来 你们的孩子如果有病 包括你们自己身上 不管得了什么毛病 台长都能看出来 还可以教你们能够解决 但是呢 在我今天演讲要结束之前呢 台长呢 还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人还是要修啊 修心 修行是什么 修心就是把你不好的心态 修了好一点 修行就是把你不好的行为 修得好一点 我们在人间 为什么痛苦 因为我们烦恼 为什么有烦恼 因为我们贪心啊 所以一个人的心不能错 心一错就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 有一位老师通宵地打麻将 第二天上课 见黑板没擦 一般有值班的学生擦黑板的 但是他一看 黑板上一塌糊涂 他非常的愤怒 他随口说了一句 他说今天谁做妆啊 怎么连黑板都不擦 所以人就是习惯成自然 很多人说我习惯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习惯吗 习惯就是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 你不停地去做 之后就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 如果你认为这是对的 可能这就是一个好习惯 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 你可能拥有了一个坏习惯 台长第一次到马德里来 我对马德里的感觉非常好 我们鼓掌的是欢迎我以后再来的 我最后结束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笑话 就是要去除人们 平时不要发牢骚 不要去嫉妒别人 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要发牢骚 动不动就要说 这个事情不公平 要跟别人争 跟别人抢 嫉妒会让人失去平衡心 会失去心中的善良的光芒 整天活在嫉妒当中 你就是活在痛苦当中 我们要一切随缘 使自己跳出人间的烦恼 去让自己的心获得平静和安宁 这就是修心修行 谢谢大家 台长 下去衣服都湿了 我换件衣服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图腾 非常的精彩 谢谢大家 在换衣服的当中 我们有一位佛友会给大家 有一些自己的信息的反馈 很精彩 谢谢大家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